退市五年的戴尔要重新上市了,戴尔正式宣布追踪股票市井,据戴尔宣布的回购方案,距离戴尔退市已经过去五年,此次选择用这种方式在上市,主要还是为了还债。 据戴尔发布的,迈克尔·戴尔曾向外界解释退市的原因,不想再数据于华尔街的投资者,想放开手脚继续加速转型,将戴尔从电脑厂商成为企业数据中心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。 戴尔加速转型的方式是收购,2013年5月,戴尔只用了转型企业服务让这家老牌的笔记本制造商,此不变成了像一号的IBM。 但作为企业数据服务的后来者,市场并不好做,由于亚马逊公司的,近几年,内存和SSD成本价格也在上涨,这都增加了运营成本。 据财宝,戴尔第一季度净营收较少年同期涨了,19%至213。 在回购方案中,在因为跟踪股票相对于原始股票价格啊,通常有约30%左右的折扣。 据彭博士消息,那位激进的大投资人,卡尔斯伊坎卡尔斯,Icon是DVMT大股东之一。 目前他还没决定好,是否要接受收购提议。 提图,Information Management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